大家好,欢迎来到原石咖啡,我是俊元 今天是原石选豆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波托西这支咖啡 波托西来自于哥伦比亚希望庄园 这个庄园在近几年可以说是名声非常的响亮 他们在咖啡豆的种植以及后制 都有很好的品质跟技术 让咖啡产生了很独特的风味 波托西这支咖啡用艳阳日晒的方式来处理 产生了爆炸性的香气跟深邃又迷人的风味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体验看看 我们可以把磨好的咖啡粉先放到一个细长的容器里面 方便我们来体验它的香气 那我们可以先闻闻看 这支波托西咖啡它磨出来的咖啡粉香气就非常的浓郁 而且明显有莓果类的香味 葡萄干这一类的香味 还有像是焦糖的甜感 其实在咖啡粉刚磨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容器的上面稍微盖起来 然后轻轻的摇晃它 那咖啡粉经过一个摇晃之后 它的香气是会更浓郁的呈现出来 那我们再来闻闻看 这个时候我闻到的风味是感觉被放大了好几倍 刚才我们所闻到的那些香气 透过摇晃之后 那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又更丰富 而且是更放大的感觉 那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制作手冲咖啡的一个乐趣 就是在你真正在冲煮咖啡之前 磨好的咖啡粉 你就可以来细细的品味它的香味 那尤其这一支波脱西的咖啡 因为它的香气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可以说是这种爆炸性的 非常强烈的风味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你去感受到 咖啡豆的香气 咖啡粉的香味 然后透过摇晃之后 更浓郁更浓烈的味道 那最后我们再进入到手冲的阶段 把这杯咖啡制作出来 那我们就来冲煮咖啡 我们今天用搅拌法来做一个萃取 因为要把咖啡的香气萃取出来 其实搅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透过搅拌能够把咖啡的香味 非常明显的非常明确的把它呈现出来 那前段我们注入比较多的一个水量 让它的这个闷蒸的时候 水位会上升 那有个空间让我们来做搅拌 那低段的这个水流完之后 我们后续再持续来做注水 那后面的注水我们就是稳定的绕圈就可以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让咖啡里面的香气 还有它的风味充分的释放出来 那前段激烈的搅拌 让我们前面要萃取的酸香甜 可以很好的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们后段的话就是稳稳的 这样子去萃取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在萃取这支咖啡的时候 因为它的风味是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我们的粉水笔可以拉着稍微开一点 其实我自己在冲煮的话 我觉得1比16到1比18 喝起来的味道都是蛮刚好的 那如果你是喜欢喝起来很浓郁的朋友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1比15甚至1比12 那这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做调整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支咖啡 波多西这支咖啡它的香气是非常的饱满 风味是非常的丰富 透过搅拌法可以最大程度的 把它这些好的味道都萃取出来 所以刚才这个咖啡一口喝下去 感受到的是非常明显 咖啡非常多层次的这种香味 那风味上面我们刚才在甘香里面闻到的 莓果类的香味 还有像葡萄干的香味之外 现在咖啡里面我们喝到的是更丰富的 还有一些热带水果 像是芒果 百香果 这一类的风味 都集中在这杯咖啡里面 那这杯咖啡的风味非常的丰富 而且比较可贵的是它的干净度表现得很好 常常在制作这些发酵程度比较高的 让它的风味要比较浓郁的咖啡 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干净度比较没那么好的状况 但这一支葡萄西 它的风味浓郁之外 它的干净度表现得也是很好 甚至我觉得它是一款CP值很高的咖啡 因为通常能够有像这样子表现的咖啡 它的单价都会蛮高的 那葡萄西它这一支的价格 基本上是那些咖啡的可能半价左右而已 所以葡萄西这款咖啡 可以让大家用平时的价格 那可以去品尝到非常高品质的一个风味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这个月的原始选斗 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一款 这个是爆炸性的香气 加上这一个非常丰富 而且迷人的风味的这一款咖啡 那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萃取方式来试试看 它可以呈现的这个面貌 风味的走向 变化度会很高 那这也是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在练习手冲咖啡的过程 好好的来品尝 跟体验的一支咖啡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